大家好,我是千锋教育的韩如老师 本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运算符当中的位运算符 谈到位运算符 首先我们得知道计算机当中指识别二进制 就是零跟一 而位运算符就是对应二进制按位操作的 我们先来说一下前四个 按位语 按位货 一货 还有一个是购语言特有的叫位清空 先来说一下按位语 这个是一个二元操作符 就是要有两个操作数 然后把它们都转成二进制 对应位的数值如果多为一 结果就为一 有一个为零就为零 有点类似于之前讲的逻辑计算符 而按位或跟按位语对应的对应位的值如果都是零才为零 有一个为一就为一 那么一或呢它要分成两种情况 要看我们的操作数是一元还是二元 就是你有一个操作数还是有两个操作数 对应是二元就是有两个操作数的话 比如说A 一或B 这种情况呢 需要将A和B都转成二进制 看对应位上的数值 相同为一 不同反而为零 因为一或嘛 一代表是不同的意思 而如果是一元的话 比如说对于A自己来讲 那么它就是按位取反 取反的意思就是你原来如果是一的话 那么对应的就取成零 如果原来是零的话 对应的就取成一 有些语言当中呢 这个按位取反是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但是够语言的和这个一或符号一致了 这个对于A B 对于他们两个来讲 其实主要是针对于B上的数值 如果B上的这个数字为零 那么就取A对应位上的数值 如果为1呢 那么这个结果位就取0 我们先来写这几个 就以文档当中这两个数值来讲 A是60 B是13 那首先呢要将60转成二进制 关于进制转换有很多种方式 最简单的我们可以按照二进制来打印这个数值取结果就可以 我们直接普通的F A这个数值 我们百分号D呢是指十进制 百分号B呢就是指二进制 后边呢 A A B呢也一样 打印B 好我们运行 A这个数值呢是60转成二进制呢就是111100 B这个数值呢是13 那么转成二进制呢是1101 这个不对应我们可以在前面呢进行补0 其实一般补0是这样补的 往往呢是四位一段开 这个呢补两个0 这个补两个0 除了这种方式还可以用计算器 我们在显示这呢选择编程型 输入60 然后呢你看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二进制 当然你还可以自己进行计算 按照十进制和二进制之间的转换 公式呢是用十进制的这个数值 除以2取余数直到为0 然后把所有的余数倒过来 就是转换后的二进制 接下来我们先计算一下安危语 按照安危语的规则 对应数值都是1才是1 有一个为0就为0 与云算 这个呢是0 0 这个也为0 这个也为0 只有都为1才是1 0 那这个云运算的结果呢 也是一个二进制 那我们还需要将它转成十进制 Mac系统呢 这个计算器 它是不支持二进制输入的 Windows的可以 那我们可以自己进行计算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转换公式来算一下 二进制转成十进制呢 其实就是按照每个数字来乘以它的权重 然后累加求和就可以 这个权重和十进制是一样道理的 对于十进制 各位上的权重是10的0次密 十位的权重呢是10 它是10的一次密 百位权重是100 其实是10的二次密 千位的权重呢是1000 其实就是10的三次密 往下一次类推 对于二进制来讲也是一样的 最末尾呢是2的0次密 然后呢是2的1次密 2的2次密 2的3次密 2的4次密 点点点了 好 这个0呢落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0呢也是落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呢是11 好那这儿呢是1 这是1 其他的都是0 那我们来算一下 它就是1乘上2的3次密 加上1乘上2的2次密 后边这个呢应该是0乘上2的1次密 和0乘上2的0次密 但是呢你0乘上1都得0了 这个我们就不用管它了 所以这边呢应该是8加上4 那么应该是等于12 好我们来演示一下 R1S1 冒号等于A与上B 来打印输出 R1S1 这个呢确实12 除了这种自己计算的方式呢 还可以用一些在线转换工具 2进制 1100 好转换 那么对应10进制就是12 当然它在算的时候呢 还算了一下其他进制的 那个我们并不需要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算一下安慰货 它的规则呢是有一个为1就为1 除非是多为0才为0 所以这个是00111101 那把这个2进制转成10进制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把这个空格拿掉 不然算的不对 转换 这个是61 R1S2 冒号等于A 获生 打印输出R1S2 严正一下 确实是61 这个是12 61 接下来我们再来算一下 一获 R1S3 冒号等于A 一获B 按照之前所说的规则 对应位的值不同为1 相同反而为0 一获 这个是0 这个是0 相同为0 0 这个是1 这个是0 不同为1 谁是1不重要 只要他俩对应位的数值不一样 就是1 1 这个呢 是1 这个也是1 相同了 那么还是0 0 0 而这个是0 这个是1 不同为1 好 我们拿这个数值来看一下 那这个结果是49 那这个结果是49 好 运行看 还有一个是位清空 它的规则呢 是对于B上的这个位 每一个位上的数值 如果为0的话 那我们就取A对应位上的数值 如果它为1的话 那么就直接写0 这个为0 我们取A的值 还是0 0 这个为0呢 我们取A上的数值为1 后边也是1 那到这为1的话 那么直接写0 0 而到这为0 0 这个为1 那么直接写0 所以它的结果就是 11000 复制一下 这个结果为48 我们来验证一下 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刚刚这个亿获值 如果它是一元的话 就是对于一个操作处来讲 就是按位取反 那我们以A为例 对于这个A自己 其实这样的 我们当前默认它是个int类型 其实是占64位 而我为了好算呢 我们刚刚只写了8位 那实际上这个A呢 应该是这样的 0000 0000 然后呢 点点点 后边的话 才是这8位 前面应该是有64-8 56个0 对于A来讲 进行按位取反 那应该是1111 原来是0的位置都取1 原来是1的位置都取0 1100 0011 那拿这个结果呢 再把它去转成相应的实际质 来进行计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负的61 好了 除了这些安位与安位货 或者是异货 以及未清空 那么还有两个 一个是左移 一个是右移 这两个运算符呢 严格来讲 应该是指叫做 位移运算符 这个左移呢 是指安位左移 比如说A 向左移动B个位 那么代表的是 将A转称二进制 然后向左移动B个位 其实就是放大2的B次方 对于这个右移是指安位右移 将A转为二进制 向右移动B位 我们来写一下 我们来定一个变量C等于8 然后IS6等于将C向左移动两位 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呢 要将C转成二进制 那应该是1000 其实前面应该还有60个0 我们只写4个吧 其他的就点点 将它向左移动两位呢 那就是高两位呢 滚出去就不要了 其他的呢 往前提两位 所以呢 这个应该是0000 然后撩0000 后边末尾的话 补两个0 所以呢 左移两位就相当于 将这个数值整体 放大了2的二次方 因为你每一位上的权重不一样了 那你像这个权重 本来是2的三次米 同样还是这个数值 左移之后呢 它的权重就变成了2的次米 那这个左移之后呢 还是一个二进制 我们想知道结果的话呢 需要把它转成时间制 来计算一下 进制 计算 这个是32 好 我们来打印看一下 这个分析的没错 那右移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 冒号等于C 向右移动两位 那向右移动两位呢 那就是整体的向后穿两位 高位不零 这些呢 还是零 后边是10 所以它是整体的缩小了 2的二次米 来运行看一下这个结果 就变为了2 位运算符呢 也就这些了 感觉位运算符 虽然说在平时用的不多 但是涉及到一些底层性能优化 或者是使用某些trip的时候呢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为了方便大家交流学习 请大家加入千锋教育 购语言学习营 Q群号是784190273 关于位运算符 我们先讲这些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